一袋袋沙包堆置在穿堂門口 另一頭放上紅色防水隔板 8月30號中小學開學 收心操還沒啟動 要先積極防台 8月30號就是開學日了 偏偏碰上蘇拉來襲 下方透露呢 其實平常的午後雷鎮雨 就很容易淹水 還曾經淹到小腿 那這次呢 也特別堆放了兩層沙包 來做準備 刷雷蛋有一些慘痛經驗 所以我們要做及早的一些準備 我們會從樓頂的落水口先去檢查 那看看有沒有塞水的門口出入口 我們都會用這個沙包還有防水隔板 去把它做一個防護 學校門口有小河 這不是電影情節 其實中山區的大家國少 兩個月內已經因為好大雨 兩度大淹水 就是因為旁邊高速公路排水系統不給力 台北市排水溝能容納 每小時78.8毫米雨量 一旦懸血不及 就直接灌進大馬路 再加上高低差 校園瞬間成了一片汪洋 讓小朋友只能涉水而行 當然啊 你有台風這樣你 台風的話你就小孩子就很危險啊 他自己走路就 就顛顛倒倒了 要要要 要要 小朋友是喜歡 可是家長覺得還好 都看政府怎麼規定吧 能上課就上課啊 極端氣候下 再加上颱風活躍期 先有超大豪雨又有蘇拉颱風來接棒 8月30號開學日 校園防臺 預備備先起跑 環宇新聞林郭和黃萱萱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